我們就會有一個距離的變數跟距離的設定 指導老師仔細的解說 教導學生透過電腦一圖新化的程式化語言 自行撰寫程式來操控機器人 為了扎根科學基因木和機器人教育 草屯正立圖書館取辦互動機器人夏令營 讓小朋友在玩樂當中 也能體驗科技帶給人類的邊緻和魅力 指導機器人他的智慧是用人類來操控的 使用電腦上面有很多程式 然後就用USB線把它插上去 然後它就會把程式傳到機器人裡面 它就會動 可以讓它往前還有沿著線走 針對未來機器人在工作上的運用越來越多 而這種情形下 這軟體人才的培訓將是國家未來的重點 如何帶領小朋友了解機器人的程式語言 是這堂課的主要目的 因為未來的話在程式語言部分的話 在世界上面的人才需求非常多 那我們就順著這個世界潮流 在學生在他們提早可以接觸機器人 我們用了一個他們可以接受的 這種機木式圖塊的這樣的一個程式語言 來讓他們很快熟悉這些邏輯架構 而且我們也發現在短短兩天的時間之內 他們真的有辦法去做出自己想像中 可以讓機器人做出的這些互動 跟那個競賽的一個部分 從玩樂中學習結合科技與遊戲 讓孩子對程式軟體產生興趣 學習程式可以訓練孩子邏輯思考 仔細去找出錯誤並實際解決問題 發覺孩子興趣 事性發展 一寫錯極限可能就會不會動 重新設計程式 只要把程式重新輸入 然後它就會變得更不一樣 能了解機器人的功能 然後如果操控 學到小組的團隊合作 最重要的就是學生的一個思考能力 思考能力透過程式來引發他們這些學習的意願 跟一個學習的方式的話 這個是一個相當有成效的一個方法 政公所表示 義士帶的來臨決辦夏令營的目的 就是要讓學子們對於城市的設計有基礎的了解 有鑑於工業製程都採用自動化生產 因此機器人的運用將是未來的趨勢 明義新聞 侯以倫草屯 採訪報導